大家好 我这两棵幸福树是同时做修剪的 现在这一棵已经长了很多的新芽出来 也给它做了打顶的工作 但是这一棵新芽才刚刚冒出来 原因就是这棵幸福树它是提根的 属于一棵盆井的 所以说像这种提根的盆井是比较难发芽的 那么我发现它长新芽慢之后 结果我就给它用了两次HB101活力素 现在才刚刚开始冒了一些新芽出来 所以说像这种老庄提根的盆井 我们想要它发芽快 还是要给它下点很糟 因为这种101活力素 它可以提高植物的活力 刺激细胞活力 促进它的光合作用 促进它着症的成长 同时又可以提高它的抗力 减少低温冻害 病害 肥害 药害等等 所以说像这种老庄盆井类的植物 包括我们给它换盆也好 修剪也好 想要它长新芽快 长新芽多 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使用一点 这种101活力素 按照1比1千的比例对水 给它盆一盆就可以了 正常来说盆2到3次 这个效果就会很明显 当然了 如果说我们的花卉状态不是很好的话 也可以拿来给它喷一喷 让它改良一下 让它生长得更加的茁壮 不单单用于这个盆井 包括我们给它浇灌根部 也可以提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